我們現在來看的就是怎麼樣把資料還原到另外一台機器上 我們在cPanel那邊把原本網站的資料下載回來之後 我們會看到一個我剛剛舉例的是sumgate.com.zip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我們按右鍵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 解壓縮完畢之後呢我們再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來點開 這裡面都是剛剛我們把wordpress解壓縮 下載回來的檔案裡面都是一堆wordpress軟體的程式在裡面 那裡面就是如果剛剛我們還沒有去把sql檔案下載回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步是先下載它的網站的所有資料 所有資料其實這裡面並不包含sql的資料庫檔案 那我們在這裡面根據上一節教的這邊有一個wpconfig.php這個檔案 那裡面有剛剛教的裡面有那個 它的mysql的使用者帳號和密碼 那我們就去把sql檔下載回來 那我的sql檔下載回來之後呢 其實我是把它擺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所以這個我剛剛這個sngat.com.zip解壓縮是這個sngat.com 那我看一下裡面剛剛的這些wordpress的軟體都在裡頭 那上面這一層目錄裡面我放了一個sql的這個資料庫 那資料庫呢我們上一節有講過如果我們用這個greenpad這個軟體直接把它打開 我們其實它是一堆文字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資料庫其實裡面就是充滿著許多文字資料 就是網站裡面的所有文字其實它都是儲存在資料庫裡頭 大家可以看到像網站裡面的資料有很多是中文資料 所以像這個超快速度專業的網站加社交學 所以資料庫其實它儲存的東西全部都是文字 它不會去儲存圖片 圖片的話它是儲存圖片的路徑 譬如說像這樣子 它是儲存說這張圖片是放在這個網站裡面的哪個資料夾下面 哪個資料夾下面的哪一張圖片的檔名 這個就是資料庫儲存圖片的方式 它只儲存圖片的路徑還有文字資料 所以資料庫本身其實它是很小的 因為它是純文字 什麼狀況下一個資料庫會大於好幾MB或是數十MB甚至上百MB呢 就是在它的網站已經運行了非常久的時間 大部分是發生在一些新聞性的網站 它每天都會update新的資料 所以它的文字會非常非常多 如果累計了大概幾年之後 那個資料庫就有可能好幾十MB 這是我以前處理過一家報社他們的網站 有真正遇到過他們這個純文字的這些資料庫 居然有高達幾十MB 五六十MB以上 那一般公司的資料庫不太可能這麼大 那資料庫如果非常非常大的話 要還原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好那大概了解資料庫的架構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講的就是怎麼樣把你的網站資料跟你的資料庫還原到另外一台主機 那這台主機呢我這邊來舉的範例是我自己架設的Linux的主機 所以它並沒有CPanel的介面 那我必須先去開啟一個MySQL資料庫還有一個FTP的帳號密碼 那我必須把這個資料 這些Wordpress這些檔案還有圖片檔全部上傳到我自己架設的網站主機裡頭 然後呢還要用剛剛看到那個MySQL的介面管理介面 MySQL的管理介面把我這個MySQL檔案還原回去 那網站才能夠整整成立放在我自己自己架設的主機裡頭 好接下來呢網站要還原到另外一台機器上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工程 那因為牽涉到的技術問題比較多 一般備份的話呢照剛剛那樣做都可以備份成功 那如果說你要把原來的資料還原回去到原來的地方 那也比較容易因為環境都是一樣的 我所謂的環境就是它的Linux的主機還有它的設定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只要在剛剛這些下載頁面裡面我們是使用匯出 像資料庫的話我們是使用匯出的方式 那其實我們只要按匯入的話呢 把剛剛下載回來的檔案選取然後再上傳回去 其實就可以匯進去了 但是呢我們現在要做的並不是匯回去原來的主機 而是把它匯到另外一台自己架設的主機 所以這個技術會比較難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自己架設的主機跟外面租用的主機環境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其實我很喜歡用自己以前在販售的一套系統 因為現在已經把這個這個品牌改了一個叫PowerMail的品牌 給另外一家我們的另外一家廠商販售 那大家可以去搜尋InfoBox這個名字就可以找到 www.infobox.com.tw這個網站 那這個PowerMail目前是另外一個品牌 然後InfoBox這個是我自己已經使用很久的主機 好我現在這個主機呢建立一個跟我的虛擬主機那邊同樣的帳號密碼的資料庫 那我們剛剛下載的那個我們再看一下設定檔 用GreenPad把那個設定檔打開 就是這個WPConfig這個設定檔把它拉過來 OK 好我們看到設定檔的部分呢 然後呢資料庫 然後密碼使用者 資料庫的user是 PowerEDM底線WRD2 然後這是密碼 那這三個東西呢 我們在這個系統就可以把它建立起來 首先呢我們把這個使用者名稱 複製起來 好我先登入我的後台去 當然每一個人可以自己架設自己的主機啦 那我自己只是用一個比較方便架設的主機來做示範 那我必須到裡面去開一個帳號密碼 那這個帳號密碼呢就是會跟那個 MySQL資料庫的帳號密碼是一樣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從Bluehost的那個CPanel下載的檔案 直接丟進來我自己自行架設的主機 那設定檔都不用改 因為我已經把帳號和密碼設的跟外面的虛擬主機的帳號密碼是一樣的 所以設定檔就不需要再更改 好這時候呢我就建立一個網站 因為我在Bluehost的主要呢就是這個網址的網站 那我自己的主機呢我就建立一個這個網址的網站 那我剛剛是放在這個帳號 也就是說我這個網站要給這個使用者管理 那這個使用者呢的FTP帳號就是這個 那MySQL資料庫也是這個 MySQL使用者帳號也是這個 好那我把它放在SunGate資料夾裡面好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到時候我們登錄 用這個帳號登錄FTP的時候 那我們要把網站放到 www下面的SunGate資料夾裡面 就是要放我們Wordpress的那些 Copy下來從虛擬主機下載回來的那些檔案 好按確定 重新啟動一下web ok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再去看一下 SunGate.com.tw這個網站 目前看到的現在這個網站啊 它其實還是擺在Bluehost的虛擬主機裡頭 好那我們怎麼去辨識呢 我們打cmd 按Enter 好這些指令是網路管理工程師比較了解的 那其實它不難 我們大概把簡單的幾個指令講一講 讓大家以後在對網路偵錯的時候比較好用 或者是網站掛掉的時候比較會知道原理 好像我打pin png.com.tw 我的網址 SunGate.com.tw 然後按Enter 它會出現 66.147.244.204 這個IP 那其實這個IP就是Bluehost的IP 它並不是我自己的IP 那我自己的IP呢 那我自己的IP呢 其實我自己的IP是 我有另外一個 這個如果不加TripleW的話 只打SunGate.com.tw ok 這邊回應 59 12415827 這個才是我的IP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網站 我不打三個W 我只打SunGate.com.tw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以前的舊網站的資料 這是不加三個TripleW的 那如果加了TripleW呢 它其實就是跑到我的Bluehost的虛擬主機去 所以兩個網址其實它代表不同的網站 這是在DNS裡面去指定的 也就是說 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DNS所指定的IP是什麼 Pin這個 www.SunGate.com.tw 它出現的IP是 Bluehost的66.147.244.204 那如果不加三個W 我Pin出來的結果是 純粹Pin DomainNameSunGate.com.tw 它出現的是 59124.158.27 這就是我自己架設的主機的IP 那這個IP呢 就是我當初在 中華電信申請ADSL的時候 我申請的固定IP 因為我要用來架網站 用來架 郵件伺服器 大量發送電子郵件 或大量架設網站 所以我必須申請固定的IP 那我們現在把主機移回來的話 我的IP是這一個 59124開頭的 那可是我現在要怎麼測試 才有辦法直接輸入 在網址上直接輸入 三個W.SunGate.com.tw 那直接對應到我的59.124的這個IP呢 答案就是我們必須去更改DNS的設定 但是更改DNS的設定 可能要幾個小時的時間 才能夠完全生效 那對我來說太慢了 所以呢 這邊要講一個 嗯 技術性的 技術性的解決方法 也就是說 在這個PING這個指令啊 我們在PING這個指令的 PING某個網址 回應的IP 我們也可以PINGYAHOO就知道 www.yahoo.com.tw 這個就是YAHOO的IP www.yahoo.com.tw 這個回應的是YAHOO的IP 所以PING這個指令呢 它就是去把DNS指定的IP給搜尋出來 那什麼叫DNS呢 DNS其實它就是把英文的網址 對應到固定IP 它就是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用PING這個指令呢 我們就可以查出 某一個網址它對應到哪一個IP 這表示DNS的A記錄 A記錄就是所謂A record A記錄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網址它對應到哪一個IP 這個就叫A記錄 那我們必須去更改DNS的A記錄 可是對我來說太慢了 那我們去搜尋 我們去PING某一個網址到回應的IP 除了A記錄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本機其實也有內建的DNS 我們只要更改自己本機的內建DNS就好了 那個檔案呢就在這邊 它叫hostshosts 那我們怎麼找出來呢 用搜尋的方式 譬如說我打開某一個資料夾 這是WIN7的系統 那如果是Windows插配系統 在這邊有個搜尋功能 按搜尋就可以去把那個資料找出來 那我們這個WIN7就是隨便打開一個檔案總管 然後我點選電腦C槽Windows 然後System32 我們打一下S System32 點兩下 進去呢我們在搜尋這邊打hosts 然後它就會開始搜尋 找到了 就這個檔案 然後這個檔案其實它就是本機的一個DNS的指向 我們把它點開 用記事本把它打開 記事本 OK 打開之後呢我們就在最底下加上一行字 其實我已經加一行了就是59.124.158.27 其實這個就是我自己的IP 然後呢3W.sunget.com.dw 那我只要加了這一行之後 我們在DOS介面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PIN 3W.sunget.com.dw 回應的IP就應該是這個59.124.158.27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呢 欸為什麼不是呢 它還是指向Bluehost的66.147.244.204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警號沒有拿掉 我警號是註解掉的意思 好我把這個警號拿掉 然後我再把這個檔案儲存一次 好再來試一下 按上鍵它就會出現剛剛上一次的指令 好 Enter 有沒有發現 它第一個去搜尋的其實就是這個host這個檔案 所以呢 我只要改了這個檔案 它還來不及到外部的DNS伺服器去查詢 只要在本機的host這個檔案裡面 它會先查詢這個檔案 那它就會回應這個IP OK 那我這樣做的用意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 我在外部的DNS只要一更動 它對我的影響是全世界的喔 我如果在那邊更動說 如果我把www.sunget.com.tw這個網址 對應到我自己主機的59.124.158.27這個IP的話 那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訪客 他們上這個www.sunget.com.tw網站的時候 他就會跑到我的自駕主機59.124開頭的這個IP 但是我自己的網站還沒有移植 那我就去更改DNS設定 那這樣就會造成很多網友訪客看不到我的網站 OK 所以呢我必須在自己測試完整之後 我才能夠去改遠端的DNS伺服器的設定 那DNS伺服器呢現在有很多 像我自己是把它把網址申請在pchome 我在pchome買網址 所以呢我也把DNS伺服器代管在pchome 那我現在不能去更動那一邊pchome那邊的DNS的A記錄 這樣才不會去影響到我所有的訪客來看我的網站 那我現在要自己做測試而已 所以我只是更改了自己本機的DNS的設定 也就是剛剛講這個hosts這個檔案 我只要改這個檔案就好了 那只有我自己 只有我自己打這個網址的時候 會對應到這個我自己的IP OK 那可是因為剛剛我們資料並還沒有開始搬移啊 我們只是建了帳號跟密碼而已 建了ftp而已的空間 所以呢 我們再把剛剛的那個網站重整一下 欸你看 你會發現它寫not found 啊怕器版本 找不到網頁了 對 但是你不要緊張 因為只有在我們自己的這台主機才會發生這個狀況 就是因為剛剛我們更改這個檔案 那全世界其他的主機他們並沒有去更改這個檔案 所以他們還是一樣會對應到bluhost的那個網站去 所以他們看到的網站還是正常的 那因為我現在要來做搬移的動作 所以我自己更改這個檔案 好 那現在呢 我就要用ftp軟體來把我自己的 剛剛下載的那些網站資料還原到我自己的主機囉 好 接下來呢 我就用ftp軟體 然後設定一個我的網站 加里主機 好 這樣表示這個主機是我自行架設的 那不要跟遠端的主機混在一塊 好 那因為我自己的主機的IP是我自己記得 然後登入的選一般 登入的形式寫一般 帳號呢 就是我們剛剛在info box網站裡面建立的那個帳號 poweredm 底線wrd2 咦我有沒有打錯 再看一下 搜尋一下剛剛的那個帳號 poweredm 喔這個 poweredm底線wrd2 好 密碼 密碼我剛剛有複製 直接貼上就好了 好 連線 OK 出現了 然後我們看到 這個 www資料夾 裡面有一個預設網頁把它刪掉 這個我們不需要 那我們剛剛在開帳號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有設了一個東西 就是 虛擬主機 虛擬主機我們對應到某個資料夾去了 就是 三個www底下的sumgat底下 所以我們必須把網站擺在 把所有的網站程式擺在這個sumgat資料夾的底下 當然每個人架主機的方式不一樣 路徑規劃也不一樣 我只是以我的為範例喔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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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PHP的所有资料 这个就是网站所有资料,包含图片都在里面 那资料库不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还原的时候跟下载 跟备份的时候持续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资料先还原回去 先全选Ctrl A 把它拉过来 速度非常的快 因为我是在内部网络,所以很快 因为这是自己自己架设的主机 那就在自己的家里 所以速度很快 虽然速度很快,但是因为档案非常的多 大概有3000多个,将近4000个 所以它传输还是要有一段时间 可能它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够传完 OK,那现在传输全部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的网站 刚刚是这样子,Not fun 那现在我们资料已经传输完毕了 我们再refresh一下 你会发现 原有的网站怎么不见了 虽然现在网站 网页跑出来了 可是 看起来好像是叫我们重新安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只上传了 网站的资料夹 还没有 但是资料库 我们还没有 还原回去 OK 所以 所以它自动跑到 install 这个网页 但是 现在还不要 install 因为我们现在 接下来就是要去还原 我们的资料库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进入 phpmyadmin 的 画面 然后还原我们原本的资料库 好 在这个网址列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 一样有一个 phpmyadmin 这个 OK 这个网址也是我自己设定的 这是InfoBox里面内建的功能 那里面后台就有一个 phpmyadmin的登录画面 好 就是这个 poweredm 底线 wrd2 然后密码 OK 执行 好进来了 那里面有一个 这个 poweredm wrd2 里面的资料目前是零个 资料表是零个 那 刚刚登录的这个账号密码就是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在 使用者管理 建立的这个账号密码 OK 所以这是InfoBox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资料库 FTP email 的账号都是同一个 密码也都是同一个 他已经整合好了 传统Linux的话呢你可能 必须去分开去建立 或者是像Bluehost的外面的虚拟主机 你必须自行去建立资料库的 名称 使用者 密码 他那个 email的账号是分开的 那InfoBox这个软体是把整合在一起了 OK 那我们登录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做 还原的动作 还原就是用载入 然后选择档案 选择我们 下载回来的那一个 Sql的档案 OK Sunggit的网站资料里面的这个 Poweredm底线 代表D2.sql 好点两下 好执行 有没有看到 已经回来了 左边这些资料 表 这个叫资料表 全部都回来了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的网站 他出现了一些错误 不要紧张 因为 两边的主机不一样 所以有些环境是 可以调整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的错误嘛 他的意思是说呢 这个 WP PDF Stamp Map.php 他需要一个 IoN Cub PHP 的这个 模组 这个比较深啦 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 那他大意就是说 这个plugin 大家就知道了嘛 就是 Opress的外挂软体 大意就是说 这个外挂软体不能用 这个外挂软体在 我自己架设的主机是不能用的 那不能用没关系 我就把这个外挂移除就好了嘛 好 我就到我的 这个 PHP的 我的FTP 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 我的FTP的 content里面 右边这个代表是我的主机 原端 左边是代表我的本机 Windows主机 那右边是我的Linux主机 然后我找到这个plugin 他说 plugin里面的 那一个 PDF 这个 这个软体 那没关系 我就把这个软体 移掉 所谓移掉呢 就是删除啦 删除 是 好 这已经删除完毕了 好吧 缩小 FTP软体缩小 再重新整理一下 OK 出来了 有没有 这样我们就移植完成了 移植成功了 OK 刚刚的那一个 PDF stamp 是我购买的一个付费的外挂软体 它的功能是说 把 客户要下载的PDF档 然后 由客户填写 他的个人资料 那 客户下载回去之后呢 我们 就会自动在那个PDF档的每一页里面 盖上 浮水印 就是 不是浮水印 在最后 最每一页的最下方会印上对方的 私人资料 那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对方不要去散播他 他购买的那份PDF文件 好 所以他 那个外挂是比较复杂的外挂 所以在我自己架设主机里面 并没有 PHP的模组并没有提供到功能 好不过没关系 其他功能 其他功能比较重要 那个功能我目前没有用到 好 所以呢 现在看一下 我这个 www.sunget.com.tw的网站 我们点一下 网站资料是不是全部都回来了 OK 看一下网站内容 是不是都在 OK 没有问题 全部都在 全部都在 使用一下里面的 勾舞车功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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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这就是 网站移植的方法 我知道 有点复杂 那 包括我自己在帮一些客户移植网站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 心里也是蛮 紧张害怕的 因为压力很大 因为不见得每一台主机的 他们的环境会 相容 所以有时候 在A主机 运行正常的网站 移到 移到B主机去的时候 因为环境不一样 所以 不见得 100%都能够移植成功 尤其是在那种 资料库非常非常庞大的网站 那 那种 那种 案子的压力更大 然后 现在我们要怎么证明说 这个网站就是在我自己的主机呢 其实一样 就是刚刚 Pin 3w 点 3get 点 com.tw 没有错 就是59.124.158.27 这就是我自己的网 网站的资料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在把 刚刚这个host的 最后一行 再把它加个警号 然后我们再存档一次 那我们再用DOS来PIN一下 那我们再用DOS来PIN一下 Enter OK 它的IP又变回66.147 244.204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 Windows本机的DNS设定 如果把它移除掉之后呢 它就会往外部去找 那我外部是挂在PC Home PC Home的DNS代管 所以它又去找到外部的主机 也就是我放的Bluhost的主机 那如果这时候呢 你再去按一下 重新载入 refresh这个网页 重整的话呢 其实你看到的网页 就是Bluhost那边的主机 OK 所以呢 现在 两边的 两边的 网站其实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了 那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将来 因为上次在4月4号的时候 Bluhost的国外的主机 曾经挂点了7个钟头 那我以前都一直以为 他们很稳定 那挂点了这一次之后呢 我就有危机意识了嘛 所以我在自己 架设的主机里面 我也 必须备份一份完全一模一样的网站 那将来如果说他们那边在挂点 而且没有马上处理好的话呢 我可能在一个钟头内 我就要把DNS直接指向我自己的IP 让全世界的人呢 找到我网站的时候就直接指向我自己架设伺服器 那 这就是一个 备份自己网站的一个方法 那 从头到尔这样讲下来呢 其实有好多个步骤 那大家如果是 因为我自己的驾站经验已经有好几年了 大概有超过 八九年到十年的时间 那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接触 像这类PHP MySQL的 驾站软体 那也是一步步这样学上来 那移植网站其实是一个比较 压力比较大的工作 那大家如果说 把这个影片从头到尔看完了 第一次看不懂没关系 你就再多看几次 然后重要的是你自己必须去实作 实作 比如说 我刚刚是把A主机里面的资料放到B主机里面去 那其实你们可以 不用 做的 这么 这么彻底的 实验 其实你只要把 比如说Bluethost里面的资料 下载回来 然后再 还原回去Bluethost 这样就好了 或者是你的 其他虚拟主机 下载回来再还原回去 这样就好了 除非说你真的要搬家 好像我这样子 你把可能Bluethost 或 Bluethost里面的资料下载回来 然后搬到什么 Monster 其他的主机去 或者是台湾的资料下载回来 或者是台湾的资料下载回来 那就是以我这个方式 把它移植过去到另外一台主机去 OK 那整个流程做下来 如果你 看 看懂了之后 那 其实 也不需要很熟练啦 就是 下次要真的要做的时候 你再看一次 然后再 慢慢移 那移植的过程呢 不用紧张 就是 像我刚刚 主要的这个设定 这个一定要记起来 就是 hosts 这个 这个 档案 好 这个档案 你就可以不用紧张 你可以慢慢去做 慢慢去移 好 确保 确保它全部都已经 完整移植之后 那 你再把它加回 警号 好 就是 就是让 让这一段语法不生效 然后呢 再去设定 你的外部的DNS 把它A级录指向你自己 移植过后的那个目的地的主机 OK 那以上 就是所有 Opress的网站 资料和资料库的 移植方法 我是牛奶爸 在这边 谢谢大家